大家好,我是善桂 之前的影片已经分享过 煎盘和锅铲仔的摺法 今天继续分享荷包蛋的摺法 这种迷你荷包蛋是用7.5cm x 7.5cm 纸摺 为了各位看得清楚一点 我现在是用一张15cm x 15cm 的纸来摺 有颜色的向上 接着是角对角 摘条十字线出来 接着下面摺上来 这个角是要摺上去的 这个位置好像有点靠经验 或者是断骨 摺下来这个位置 是少于下面的3分1 摺下来这个位置 是少于下半段的3分1 我现在摺了大概是3cm 这个是蛋黄的位置 这样跟着上锅也是摺下来 对着这个尖 白色的尖对着黄色的尖 对齐了 接着也是摺上来 蛋黄的另一边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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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白色的纸边呢 就尽量是对着这个蛋黄的角那里 这里蛋黄的角 好这样 接着呢 接着呢 这边面 接着呢 下面的第一边 接着呢 然后接着呢 白色的那边 尽量是贴到蛋黄的角 或者是为了再上一些都可以 千万不要像这里 这样的洞 缴了 先放下来 然后摘一点角位 完成蛋黄 然后反转 将一只长方形的蛋收完 将四个角收入 收多少角度是没有规定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荷包蛋煎出来 都不会说真的很圆形 摘了四个角后 它也是起了角 然后我们再摘 尽量摘到它 看不到尖角 摘这些角很随意就可以了 摘多少个也没所谓 总之摘到它觉得很圆滑 不会起个尖角就可以了 蛋黄那边可以用章笔 粘一粘 我们还可以帮蛋化妆 帮它放一条颜色的洞边 洞边太阳蛋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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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